HELLO 大家好 我是沙昂哥 抽筋是非常多人都有的經驗 有些人可能是運動的過程中或是運動後抽筋 那有些人呢是睡覺睡到一半的時候腳突然抽筋導致整個人痛醒 那更誇張的是有些人什麼事都沒做就抽筋了 那麼究竟為什麼會抽筋呢? 喔我知道抽筋就是鈣質不夠啦 吃些鈣片就OK啦 NO 抽筋原因百百種 如果把抽筋跟缺鈣畫上等號的話那就真的太天真了 如圖這是我們的肌肉組織是由一條一條的肌纖維所構成 肌纖維對於所處環境的要求非常的嚴苛 例如足夠的血液灌流啊 足夠的電解質濃度等等 今天一旦環境不如預期肌纖維不夠穩定的話 就有可能產生非自主性的晶聯 夠多的肌纖維一起晶聯就是抽筋了 如果是很嚴重的抽筋還可以看到如影片這樣子 肌纖維輪流的收縮 實在是有點噁心啊 好的 那麼到底有哪些原因會造成抽筋呢? 常見的幾種原因如以下 1.身體的腫水分不夠 2.電解質不平衡 絕對不只有鈣喔 例如甲、鈣、鈣、美不足或是使用利尿劑都有可能 3.肌肉過度緊張疲勞 4.肌肉溫度過低 5.孕婦也容易發生 因為他們容易電解質不平衡 尤其容易缺鈣 而且他們的下肢循環也不佳 6.周邊血液循環不良 例如糖尿病、高血壓等等的慢性病患者 7.其他的神經肌肉病變 所以現在大家可以理解 為什麼劇烈運動後容易抽筋了吧? 首先劇烈運動後身體的水分不足 再加上甲離子等電解質的流失 肌肉過度緊張疲勞 如果你在運動之前又沒有先暖身的話 那麼肌肉的血液循環又會大打折扣 就更容易抽筋囉 所以運動前以及運動的過程中補充足夠水分 也可以在劇烈運動之前吃一點香蕉補充甲離子 再加上確實暖身 如此就可以把抽筋的機會降到最低囉 至於如果是睡覺時候發生了抽筋 一樣可以針對上述7種原因去做改善與調整 例如睡前補充足夠水分 用溫水、洗澡或是泡腳 並做肌肉的伸展與按摩放鬆肌肉 在睡覺的時候也要特別注意小腿觸的保暖 做到這些都可以將睡覺抽筋的頻率降到最低 那麼一旦抽筋發生了該怎麼做呢 此時請停止動作並盡量的放鬆 然後溫柔的伸展抽筋的肌肉 可以加上按摩啊冰敷止痛等等的方式 總之絕對不是拿手機起來拍就對了 那麼這次就先這樣囉 我是三昂哥 想知道更多醫學知識的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也歡迎分享影片讓更多人知道如何處理抽筋囉 我們下回見掰掰